而为了倾听新著名的新声,市长韩国瑜周四晚间来到前镇姓彻禅寺新著名关怀据点举办座谈会,并且对在座的新著名姐妹们说道,我们都是一家人,期盼在座谈会的互动中,大家能够畅所欲言,无论有什么难题一起来面对跟解决。 来到姓彻禅寺,韩市长等一行人先向佛祖献上清香,并且在姓彻禅寺开设的新著名关怀据点举办座谈会。 我们都是一家人,对不对?如果同意的话,掌声鼓励一下。 一开口,韩市长就以一家人的亲切口吻拉近和新著名的距离,他表示新著名和子女人口逐渐增加,改变台湾人口结构, 面对飘洋过海来台的新著名,政府应该多倾听他们的心声。 新著名朋友飘洋过海,离开自己的家乡,来到高雄,我们是真的有缘分,非常非常的有缘分。 如果大家生活上,教育上,经济上,还有心理上,文化上,大家不知道什么困难,我们要来解。 韩市长也感谢信车禅室的师傅们长期从事关怀新著名的工作,像是组成新著名乐团,让新著名子女充满自信的展现才华。 他也议诺会落实新著名完善的照护。 谢谢陈克勒师傅,也谢谢陈克勒师傅,长期对我们这些新著名默默的帮助,不管是付出爱心,付出资源还有关怀,这是了不起的,而且是非常长期的工作,真的很了不起。 为全面推展新著名的辅导照顾,市府成立跨局处的新著名事务汇报,分别依照各局处的业务执掌提供完善的新著名照顾辅导政策。 记者黄俊怀,赖长帮采访报道。